這一個是我人生的第一台車 What's up everyone 這是Futuremate的小屁 Hi 歡迎大家收看禮拜一的影片 不懂大家週末過得如何呢 我在馬來西亞的週末呢 其實還蠻無聊的 如果我沒有出去跟朋友聚會的話 通常我都會回來辦公室呢 回來工作 然而今天呢 是很重要的一天 今天是禮拜六 所以辦公室呢 可以看到除了我 是沒有任何人來 那天我在我的手機發現了 一年半前的照片 這個照片呢 是當時我剛搬進來這個辦公室而已 你可以看到 短短的一年半呢 整個辦公室呢 改變了很多很多 這個沙發呢 本來是一個工作的桌子 然後更不用說 這裡是完全是空的 這裡什麼植物啊 衣架啊 本來也是沒有的 就是此刻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兩雙鞋子 而這兩雙鞋子 它的名字呢 是很像 一個是1090 一個是2090 你沒有聽錯 而且他們兩個呢 不是同一個牌子 我們把鞋打開 BAM 也就是這雙 A6 1090 這雙1090是A6今年發了最新的鞋款 老實說 我也不懂為什麼它叫1090 反正我就覺得這雙鞋子又便宜又好看 這雙鞋子要價呢 只需要馬幣 379而已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白色的鞋身的材質部分呢 是用了這種比較偏向棉布的這個感覺 所以這雙鞋子呢 不管是配色啊 或者是一些小細節呢 我都還蠻喜歡的 然後我們就來到今年 Nike MX Day的重頭戲 也就是這一雙2090 目前這一雙2090是還沒有開始發售的 它即將在3月26號 MX Day當天才開始發售 所以現在大家是搶先看到這一雙 這雙鞋子 我之所以提前拿到這一雙鞋子呢 是因為Nike他們打造了一個全新的影片欄目 叫做鞋竹新說 我就跟他們合作 第一期我們就特地飛到倫敦呢 去拍了一集有關於MX的影片 如果你們還沒有看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那一支影片 老實說 在我一開始看到那雙2090的時候呢 我真的是有所保留 因為感覺上呢 它就跟270跟720的MX差不多一樣 知道我把那雙鞋子穿下去呢 OMG 那雙鞋子呢 真的是太舒服了 雖然我在倫敦呢 幾乎都是穿那雙鞋子逛街的 所以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有機會去到鞋店的話 強烈建議你們去感受一下 2090這雙鞋子 隨著大馬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到人多的地方呢 還是穿一下口罩比較好 大家在這裡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OK OK 我們現在來 如果你們是穿這個 你不是專業的 那就是你一人的XX 哈哈哈 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們呢 就知道 Sneakerlar呢 是大馬一年一度的球鞋展覽 通常都是會在10月才發生的 我現在的人就在Sneakerlar 可是是3月份而已 這是因為 他們這一次呢 有在3月份呢 辦了一個比較小型的 而我等一下呢 有一場小型的分享會 Hello Hi man Hi man I'm Ryan I see you again this video Hey bro How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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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do better than me Yeah you can do better than me You can do better than me You can do better than me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joining us for Jokla Our first set up today Give it up for Brian Dubre Ryan And Andrew 相信有在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們 一定懂我的代步工具呢 是這一台摩托車 之所以我會講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因為我跟Joey呢 決定要買車了 終於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去看一台二手車 說到看車我還真的是完全不在行 所以我就叫了一個朋友 他是還蠻懂車的 所以他可以幫我看一下那一台車的狀況如何 好 Hello Hello 雖然我平时很少提起车 可是我个人呢 还是有自己喜欢的车子的 喜欢的车呢 不是那种跑车啊 超跑 比较偏向越野啊 四越 四 四 4x4 这样讲 四乘四车 哈哈哈哈 然后要感谢我的大佬 我今天帮我看车 你们懂他买了这台Redland Cruiser 过后 就基本上是一个礼拜而已 一个礼拜 现在就轮到我去看车 今天是拿那个毒插进去 哈哈哈哈 我讲真的 如果你没有陪我看这辆车 我是不会买的 蛤真的啊 我是不会买的 你没有肯定啊 我都不会看车 我不会看车 我知道那个feeling that's why我讲ok 没有问题 thank you thank you 没有其实我帮蛮多朋友啦 因为他们要get into这个东西 不是来有咯 我们走过圆网路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肯定是走过圆网路啦 我们已经快要到车主的角了 哇 好兴奋 这样子怎么样 中中 中 这一辆就是我们要看的车 你照没有罐 给我 这个 这个车包漂亮 好车 Tough Dog的那个 你要换你我就知道 我给你换 感觉热 我第一次讲感言是吧 这是敦伟 敦伟 敦伟 谢谢你 为什么你卖了这个车 这个车是我的家庭 我们经常有其他车 所以这个车是车去去台湾 或去找人从加拿来 没有上路 我只是喜欢这个看法 因为我经常有CJ7JP 和V8 我经常喜欢这个看法 好的 好 哎呀 幽的过就 丢得到的 真的 我真的紧紧 Come on 女生也可以加送牌 好高 我们直接达成协议 然后现在要把这一台车呢 直接开回家 Oh my god 买了一辆车感觉 男女自信 这个是我人生的第一台车 开心吗 开心 像我们的车跟那个罗里的卡车那种高度是一样的 我们看下去的视角是 当然这个庞然大物的邮箱呢 也跟着一样是很大 你们猜看邮箱要打满需要多少钱 在这里我还是要很感谢Lawson摆忙之中 抽空过来帮我这一个忙 这一台Land Cruiser呢 我有我自己喜欢的样貌 我也会慢慢的去改 反而我不会去改那种引擎啊 排气管 这一台车 我希望它越小生越好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遇到这个状况 也就是自己的同年龄的朋友圈子呢 已经开始买车 甚至是买很贵的车 自己不禁开始觉得压力甚至有一点点自卑 这一个不是什么大件事情 买房买车子不能代表些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自己的步骤 像我也是快要30岁才买了人生的第一台 而且还是二手车 一台24年的二手车 不过我依然还是很爱我这辆摩托车的 Wi Roth RPR挝 RRA RRA AR RRA RK RRA RRA RQ 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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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